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6月27日 彭美拉斯妄想荣华富贵周一凌晨 八甲继续进行 届时彭美拉斯将做客挑战爱华尔 作为联赛领头羊 彭美拉斯联赛至今表现之家可见一斑 而爱华尔则是八甲中游分子 球队整体实力显然无法与彭美拉斯相提并论 有见及此 金账当然看好实力强劲的彭美拉斯顺利凯旋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爱华尔联赛至今表现实属重归重举 前13轮联赛战罢 他们仅录得5胜2合6负 暂时积17分位列积分榜中游位置 综观爱华尔经济攻防演出可以发现 他们联赛至今总球数得失比指为15比19 明显入不敷出 其中防守端表现更是八甲最差的几支球队之一 如果无法改善防守 爱华尔的前景确实不容乐观 另外 爱华尔如今亦不在状态 他们最近八轮联赛的战绩仅为2胜1合5负 期间负率高达62.5% 此番遭遇强敌彭美拉斯 爱华尔无疑压力山大 更为糟糕的是 爱华尔最近6次对阵彭美拉斯输足5场 期间3场颗粒无收之余 还有5场失球数达到2球或以上 明显被对手拾住 阵中球员在心理方面显然处于劣势 在此等情况下 爱华尔此番遭遇失利的确不足为奇 阵容方面 中场J加利亚因伤缺阵 彭美拉斯联赛至今表现远胜金账对手爱华尔 前者13轮联赛过后取得8胜4合1负的不俗战绩 手握28分在积分榜当中傲视琴雄 出色的攻防表现绝对是彭美拉斯的抢分法宝 要知道 他们联赛至今有着经常攻入1.92球 只是0.62球的出色发挥 攻守能力乃巴甲最强 带到市位置高美斯和前锋二八宝杀 无疑是彭美拉斯的入球保证 皆因上述两人联赛至今已联手攻入12球 其中G高美斯在最近二轮联赛当中攻入3球 显示出极佳状态 可见此子金账表现绝对值得期待 虽然金账需要做客 但彭美拉斯前六轮联赛做客好取四胜二 合得不败佳绩 客战能力十分强悍 此番走访实力有限的爱华尔彭美拉斯肯定见止三分 阵容方面 后卫亨利山度士和中场茶臣渣渣因各种原因无缘出战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